我是果农尼尔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走的这个 线和水管用料情况吧 这是线管子 这是防火的 我们这是一根是四米 一根是四块钱 这个管子就买了 多少包呢 买了 五六包 一包是一百米 六百米 线 用的是 有二点五的 有四平方的 当然四平方的多 用线大概是 就是一卷是一百米 用线大概是用了 四平方的用了十卷 二点五的用了五卷 一共用了十五卷 四点五的我们这卖一百八左右 二点五平方的卖一百二三 下水管 这个是七五的 还有一个那是滴露 那个是五零的 那是一二零的 还一百六的 这都是分支 下面埋的主管都是一一百六的 用的 用的就是质量比较 比较好的 那个管子 那个是下水管 那是根据自家利 那个 增加的指向那个下水管 下水管那个 距离可以决定又能用多少管子 我这用了 一百六的用了十几根 剩下的少 三五根 三两根 这说说这个水管 这都是那个热熔管 这PVC 反正没有气味的质量 自家用 这个质量比较好的 这个一根多少钱 我还没 这个还没给人家钱呢 今天晚上还有剩下一点料 把那个给它一退 仗一算 这光家里的管子用了 十根 不算那个地埋的 送那个冷水的 光是这个 光是这样的 在家里能看到的管子 用了十根 十根 用十根多 十五根左右 上次还剩了五根 埋了十根 十五根左右 还有这个 弯头啊 接头啊 那用了若干 那是根据自家算 弯头也用挺多的 好 好 好几包呢 一包是十个 好几包呢 那个指引机管 这也是 这也不是啥 啥材料做的 反正是白的 千万不能用那个水瓶管做 那个有 那个有气味 放时间容易 那个水也容易变质 还是啥 这个管子比较好一点 本次的视频 就给大家拍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